今天的世界各地 只要有华侨华人的地方 就有关公信仰 关公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 精神力量源泉和守护神 关羽又被尊称关公 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人物 民间素有文拜孔子 武拜关公之说 关公文化是如何产生与形成的 关公文化为何在海内外的历史人物 内外华侨华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 湖北省海外联谊会原副秘书长 湖北大学客座教授朱正明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结合其近40年交流与传播 关公文化经历予以深度解析 据三国志 关地志 山西运城县地名录等史料在 公元160年 关公出生在黄河东岸的亥州 关公19岁那年离开亥州 辗转流落至河北桌州 与刘备 张飞 桃园结役 后屡见战功 留下千里走丹旗 义士曹操 单刀附会 水淹七军 刮骨疗毒等千古传颂的故事 关公并非一般的名将 他在正史中被称为虎臣 万人敌 被史官占为 威证华夏的英雄 历台帝王把关公作为 忠义的化身 人勇的偶像 先后有十六位帝王 为关公玉子加封 使关公从民间神灵 升级为皇家祭祀的神奇 千百年来 关公更被民间 真称为 官帝 官老爷 财神爷 恩主公 三教也供奉关公 中国本土道教 尊关公为 佛摩大帝 佛教 称关公为 且难菩萨 儒家 则顺乎自然地 把中华五圣 这个桂冠 献给关公 朱镇明称 关公文化是指 与关公有关联的 以中义人用成性为 精神内涵的文化体系 其高度契合儒家的 道德与伦理观念 也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境界 即使在当今新时代 关公文化也成为 忠诚正义 勇敢担当 仍后孝替 青年诚信 等品质的代名词 与我们倡导的 核心价值观相通 关公文化的外在表现为 殿堂建筑 迎年欲变 庙会祭祀 诗书化摄影 雕塑 学术论文 专著 剧目 等等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关公文化在华夏大地广泛传播 一大批关公文化 遗迹遗址留存后世 并得到各地重视保护 其中 河南洛阳观陵 湖北当阳观陵 山西亥洲观地庙最为著名 并称为中国大陆三大观地祖庙 此外 关公文化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影响力 据不完全统计 关公文化影响已遍及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关公文化走出国门 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近40年来 我在世界各地交流和传播 关公文化的时候发现 无论是华侨华人聚集的东南亚 日韩等亚洲国家 还是美国 加拿大 古巴 巴拉玛等美洲大陆 以及摩昌比克 塞斯尔 毛里求斯 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 甚至是法国海外省琉璃王等 都有关帝庙堂 都联系着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和当地信众 朱正明表示 关公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融合 发挥着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凝聚力量 为所在国经济发展服务 二是促进交流 增进中国与所在国的友谊 三是维系亲情 祭拜先贤 四是促进和谐相处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可以说 关公文化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全世界的 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 根植于中华大地这片落土 在世界各大洲 华侨华人居住的地方 正显示着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